在這所有的作品當中 展出的作品當中 這一件作品算是字最小 但是字非常多的 在這一件作品 我取它為情戲驗照既有 也就是說我到湖北河北省 在河北它稱為驗照之地 所以驗照情戲 那在這一件作品 我是十天的行程當中 把第一個行程到最後的行程 把它以一首詩來表達 總共有48句240言的一首五言古詩 這一件作品它有一個小故事 我曾經在戴在身上 然後去搭高鐵 在台中高鐵的時候 風非常大因為冬天 我這一件作品被飄走了 被風吹走了 以為就是緣起緣滅了 就要過了一陣子之後 竟然有人看到我這個作品 把我收藏了 把我撿起來 然後一直打聽 打聽到找到我服務的地方 然後把它寄回來 所以算是失而復得一件作品 所以感情有特別的豐富 既失又得的話 那又把這一件作品 我把它陳述出來 等於是也是跟大家來做一個共享 但是也是居數也有 這一個失而復得的紀律